你们好 一个视频带你看完叶青梅的前半生 在距离21世纪大约15万8千年的时候 一个从远古中保留下来的记忆 被神庙里的AI机器人唤醒 植入到一个试管婴儿体内 于是便有了叶青梅的诞生 三年后 叶青梅开始写日记 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神庙里面没有其他人类 每天负责给他送肉饼和营养液的 是一台仿生机器人 由于实在太孤单了 叶青梅就想试着让这台机器人 陪自己聊聊天 哪怕是最简单的问答也好 为此他特意给机器人 取了个人类的名字武竹 也就是闽南语武竹的谐音 因为机器人总是郁郁寡欢的 叶青梅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 改变他冷冰冰的模样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年后的某天 武竹突然说要带他去玩玩具 叶青梅带着好奇心 跟武竹来到一个枪械库 随手拿起一把银色小手枪 就想试试水 结果他意外发现 自己竟然是个射击小天才 一口气打了几十发子弹 百发百中 后来武竹又找来一把巴雷特 让叶青梅过把枪引 可是叶青梅中飞驰中午 半年过后 他再也无法忍受神庙囚龙般的生活 决定逃离这里 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说来也巧 那天北魏两个最强大的人物 刚好来到这里替他们的皇帝 寻找长生之法 叶青梅趁机让二人帮忙 终于成功走出神庙 可是走了半年 他又觉得这样跟玩伴不辞而别 太不够意思了 于是他重返神庙 带走武竹 顺便将那把狙击枪也撸走 但第二次越狱没那么顺利 神庙开始派出机器人一路追杀 叶青梅本想修炼从神庙偷来的武功秘籍 让自己变成大宗师 好帮武竹减轻负担 可是武竹却说他受核辐射太少 根本不具备练武的资质 叶青梅文言 只好寄希望于武竹和巴雷特 来到人间后 叶青梅先在东一城开店做生意 期间认识了四顾剑和费剑 闲暇时 叶青梅总喜欢叫上费剑 四顾剑喝上几杯 然后教他们玩排酒 晚上出去看花灯 不料突如其来的一场水灾 打破了眼前的美好 东一城无数房屋被冲毁 粮食身口荡然无存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无家可归 连饭都吃不起 而那些达官贵人依旧挥金如土 为了吃一道菜 他们不惜杀死几百只鹦鹉 而且只要舌头 其他全部扔掉 这种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的社会现象 让叶青梅第一次有了推翻这个世道的想法 可是当务之急 还得先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叶青梅自掏腰包 建立周鹏镇在十多天 最后发现自己掏光所有积蓄 还是杯水车星 为了赚大钱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 叶青梅决定离开东一城 到更加广阔的南清去发展 结果机缘巧合 在淡州遇见了与他志同道合的三个男人 一个是陈王世子李云前 也就是后来的庆帝 另外两个是陈平平和范剑 范剑对叶青梅一见倾心 特意请人为他画了一幅真人写一图 打算在叶青梅十六岁生日那天送给他 乃至生日还没到 画像就被人偷走了 叶青梅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气得他只诅咒小偷老年孤寡 后来这一诅咒 竟然在庆帝身上应验了 其实也不算冤 谁让他是老六呢 然而偷画还只是开始 他接下来的举动 让范剑彻底傻眼 十六万零四百零三年元蛋节那天晚上 叶青梅与李云前 范剑和陈平平三人一起赏月 李云前道出了他的人生理想 说要一统天下 让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确定赢得了叶青梅的刮目相看后 李云前便趁热打铁 向叶青梅表白 还送上了定情信物 两个糖衣炮弹接踵而来 让叶青梅有种被套的感觉 心说老娘把你当好兄弟 带你装逼带你飞 你竟然想睡老娘 简直恩将仇报 眼看心中火山就要爆发 不料丹州一场洪水 又让叶青梅沦陷了